主意 我心里难受 把这儿再剪一下 好 这儿还有一只 来给我吧 把布给我 单个的喜子都放在这儿 这样弄成一样的 你看我这个 你看这样行吗 这东楼 再拍一张 差不多 东楼这个地方 上头得扎紧一点 这可以 都细织一点 你看这样行吗 这几个灯楼 谁拿过来的 巧儿姐姐 是奴婢 一个小妾 震红的灯笼 她也配 都是死人啊 还愣着做什么 拿走 全都给我拿走 是 是 快走 大奶奶 山堂君那边说 这个颜色不好 她想换一件 换一件 她想要换成什么样的 她说这个红色太浅了 想换一件 稳重端庄的 稳重端庄 她一小妾 哄得大爷开心就是了 还要什么稳重端庄 巧儿 莫非在 陪着你书房姐姐 一起把这喜福 送到山堂街去 大奶奶放心 如不一定办到 大奶奶的话 喜福呢 就这一件 你奶奶若是喜欢呢 就穿上 若是不喜欢 不穿也无妨 巧儿 差不多行啊 别遭见别人了 书房姐 你为人厚道呢 我服气你 但是这件事 你必须听我的 那一位呀 是一大家小姐出身 又是大爷心尖上的人 我在一开始 就把她的气焰打压下去 让她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改名 难做人的 就是我们大奶奶 不过 就是人家那个小妾的事 也不敢让外人 瞧见了笑话 一顶小妖 悄悄地抬进来 下个位 给当家的独木招杯茶 也就完事了 激人态势 这个丫头简直是激人态势 我四奶奶的 回来 你娘 来的这两个丫头 一个叫书房 一个叫巧儿 打小跟着沈翠夕 是人家最得脸的两个丫头 你跟着我回头尽乐福 你见着她们 你得行礼叫姐姐 你这么冲出去 不等你开口 人家打你两耳光 心里的委屈 根本没点数据 那难不成就要他们欺负 我现在唯一的指望 就是她赢 但如果她心里有我 我欺负 我欺负 你的 是我身边最得力的两个丫头 一个是书方 一个是巧 他们从来不会阳风阴违 那你就是承认 靠去遭见宝卿的不是别人 是你 到底是我遭见她 还是她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大爷 曾宝卿进我人家的门 不是做千金大小姐 也不是做正房大奶奶 她是来做妾的 做妾就有做妾的规矩 你就不能看在我的份上 对她好点吗 不能 翠喜 我若是对她好了 她仗着你的事 不把我放眼里 要压我一头 那我怎么办 宝卿她不是这样的人 那她是什么样的人 一听说人家有难 就扔下你 背上金银珠宝去逃命的人 这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再提了 好 我们不说过去说以后 是不是以后曾宝卿 只要是犯了错 或是受了委屈 你就会让我网开一面 我要是不答应 你就会给我缴夫妻勤奋打度我 让我成全你 我要是还不答应 你就会富为七纲 强迫我答应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大爷 你这不是在纳妾呀 你这是把我当家奶奶的脸面 拿去给曾宝卿 放在脚底下踩呀 即使如此 今儿一到 明儿一到 零碎这儿来太难受了 不如大爷给崔西个痛快 直接往这儿捅 一刀就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 大奶奶 这是在做什么呀 回大奶奶的话 这叫转筒 转筒 怎么个用法 这是杭州扬州那边实行的法子 那边后宅都是这么打理的 大奶奶您看啊 这大门上了锁 吃喝用度一日三餐 都是打这个小洞里边送进去的 外边的人呢 进不来 里边的人也出不去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进 这才是尊贵体面的千金小姐 大呼人家的作派 要是失了火怎么办 失火 大奶奶 容小的说一句大不敬的话 这若是失了火 慌慌张张 衣冠不整地从里边逃出来 让别人给看见了 玷污了家族名声失节 这还不如 还不如怎么样 还不如一丝保清白 我只想让曾保清安分手急 又没打算关他一辈子 没想到你们竟然想出这么个法子来 什么体面人家的作派 遭检人也不是这么个遭检方 这外边是什么地方啊 大奶奶 这墙后边就是运河了 这墙后边就是运河了 就在这儿开道门吧 大奶奶 这不合规矩 开 我人家的规矩 就是在这儿开道门 是 我现在就去办 大爷 这儿开道开 那儿开道 就是你 小蝶 你 做什么 抱歉啊 以后这小性子 也收着些 要收着 做切实的规矩 做切实的规矩 大爷知道 什么是做切实的规矩吗 做人切实 不能穿正红 不能带牡丹 只能带勺养 不能走正的 成亲 不是跟丈夫拜堂 而是给丈夫和主母 下跪经查 每日晨时 必须向主母请安 不得主母同意 不得出门 不得见自己的父母亲人 吃饭的时候 主母和丈夫坐着 切实得站立一旁 伺候主母用餐 即便是同房 最多也只能是五日一次 大爷 你想让我这辈子 就这么过吗 抱歉啊 那别人家的切实 不是也是这个规矩吗 我以为 大爷跟我的情分 总就是不一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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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